记者郑伟齐台北报道,国内热门演唱会门票都是一开卖就秒杀,不过许多票券都被黄牛抢购并高价转售图利,这也造成流行音乐产业经营困扰,并衍生一文表演票券相关购买及退换消费纠纷。 对此,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以促请文化部修正一文表演票券定型化契约应记载事项,除明定业者对于非公自用,购买票券而转售图利者,得拒绝办理退,换票,更新增三项退,换票处理机制,向市退,换票需于购买票券三日内等,使业者可更多元规划,保障消费者权益。 流行音乐表演如江会丰麦演唱会,五月天跨年演唱会,张学友世界巡回演唱会等,几乎都是开麦就秒杀,出现一票难求的抢票风潮,向于民众只能转由二手票券交易平台高价购票,而主办单位也因黄牛滥用现行退票机制导致营业损失。 因此,消保处促请主管机关文化部演义一文,表演票券定型化契约应记载事项修正草案,经行政院消费者保护会第55次会议通过,新规定明定业者对于非公自用,购买票券而转售图利者,得拒绝办理退,换票, 遏制黄牛透过退票机制获取不当暴力,并增订业者应一一文表演性质,需于四项退,换票方案中则已勾选,作为日后消费者请求退,换票处理机制,业者应一一文表演性质,可选定合理退,换票机制,除既有的退,换票应于演出日前一至十日内,手续费不得超过票面金额10%规定外, 新增退,换票应于购买票券后三日内,手续费不得超过票面金额5%,退,换票应于演出日前一至二十日,手续费不得超过票面金额10%,才急剧是退,换票处理等规定,急剧处理规定 演出日前第三十一日前退,换票,手续费不得超过票面金额10%,演出日前第十一日至第三十日,不得超过百分之三十,演出日前第三日至第十日内,手续费不得超过50%,演出当日至演出日前第二日内, 业者被补退,换票消保处呼吁消费者购买票券时,注意业者是否依规定提供完整支退,换票处理机制资讯,并妥善保管所购票券, 若发现业者有违反相关法令情况,可向文化部或地方政府文化主管机关反映,若有相关消费争议,则可向表演活动主办业者、消费者保护团体或消费者服务中心提出申诉。